李健费尽心思创作出来的一首歌 居然就值90块钱 在他看来自己的这首歌 少说版权费也得给1000万 虽然李健的作品没有得到尊重 但是他对版权这方面的意识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在2015年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 李健选择了许飞的一首歌 并且他在第一时间就给许飞发短信 问他自己可不可以唱 在得到许飞的同意后 他又提起了支付版权费用的问题 或许是因为那时的许飞并不出名 一听说李健这样的大咖要唱自己的歌 高兴还来不及呢 根本没想着要收版权费 但是作为歌坛的一股清流 李健却追着要给许飞钱 而且这已经不是李健第一次这样做了 同样是在参加歌手的时候 李健为了配合当天比赛的主题 打算选唱《当你老了》这首歌 于是他立马通知团队 联系这首歌的原创作者 商量版权的问题 在征得对方同意后 李健当晚把这首歌唱成了《风神级别》 后来在搭档岳云鹏演唱许敬青创作的《女儿情》时 李健依旧延续以往的套路 亲自给许敬青打电话征求他的同意 并且支付了版权费 而且事后许敬青还专门发文 大赞了李健的这一行为 在当今这个版权一时薄弱的时代 李健始终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 但相比于这一点更让人感动的是 他对一个女生几十年的守护 高晓松曾说 李健的老婆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 十岁那年 李健第一次见到比他小五岁的孟小辈 这个长相酷似俄罗斯人的小女生 让李健一见钟情了 只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李健再也没有见过孟小辈 直到多年以后 李健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在婚礼现场 他一眼就认出了曾经让他一眼心动的那个女孩 李健厚着脸皮上去搭讪 这才有了两人后来的故事 李健的优秀有目共睹 当年他参加比赛获得冠军 原本高考能多加50分 但最终李健被保送进清华 加的这些分根本没用上 但是同样身为学霸的孟小辈也不差 为了能和男友在一起 孟小辈把李健当成了奋斗目标 一门心思的也想考清华 只不过孟小辈格外争气 不仅考上了清华 而且还是清华的女博士 学历远远超过了李健 由于他长相出众 又是一个女学霸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身边从来不缺追求者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有一次两人在外面约会 居然有星探找到孟小辈想要培养她出道 但是对于孟小辈来说 她更想当李健背后的女人 所以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可以成名的机会 在录制好声音期间 孟小辈就多次来探班 并且在后台亲自给大家煮茶做吃的 就连李健的学员都一个劲得夸师母好 李健也没有让孟小辈失望 在她的第一场万人演唱会上 就曾高调表白过妻子 高小松曾说 只有李健还是最初的模样 十岁爱上的姑娘用一辈子来守护 而李健也确实做到了 一生只钟情一个人 出道二十年 从来没有传出来过绯闻 当被问到和妻子在哪度的蜜月时 李健却说和妻子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度蜜月 后来被王妃唱火的传奇 其实就是李健写给老婆孟小辈的 李健退出水木年华后 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只能租住在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里 而孟小辈并没有嫌弃她 反而是耐心地安慰李健 鼓励她写歌 默默地陪她度过了最艰难的七年时间 李健为了证明自己对妻子的爱 结婚二十多年 坚持做丁克不生孩子 虽然外人不理解 但她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证明 就算没有孩子的捆绑 她也依然对孟小辈不离不弃 在这个快餐式爱情的时代里 李健真正地做到了一生只爱一个人 她所有的情歌都是为老婆所写 所有的温柔就只对孟小辈一个人 李健虽然是鱼圈有名的老婆奴 但她却出了名的抠门 并且没有给老婆买车买房 更出人意料的是 她的抠门却只针对自家人 相比蔡徐坤带八千万首饰 送粉丝用过的唇膏 李健却用着老年机 送谢霆锋价值上万元的银壶 李健出道二十年 她成名以后 一首歌的版权费就能赚几千万 但是出道二十年的李健 却至今没有买车也没有买房 在录制某节目时 林小峰询问李健会不会做饭 她就曾表示 自己在北京开了一家餐厅 平时吃饭就在餐厅里吃 但即便是这样 她一天也只吃一顿饭 在参加歌手的时候 李荣浩一见面就要加好友 这时李健掏出了她的老年手机 却要求李荣浩留一个电话 但是李健的抠门仅仅只是对自己 对于身边的朋友 她每一次出手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谢霆锋过生日时 李健专门找人定做了一个银壶 当见面礼送了出去 据说这个银壶光手工费就要上万元 李健的大方可不仅仅只是对明星大咖 在录制另一档选秀节目时 一听说学员的嗓子不舒服 李健立马拿出了她的神药 当年在参加歌手的时候 她就曾送给了迪马西一瓶同款 但是当李健说出这瓶神药的价格时 可把学员吓得不轻 同样收到李健送的大礼的 还有2018好声音的冠军 弹增尼马 在比赛之前为了给弹增加油打气 李健特意带着她在北京到处游玩 当去到太庙的时候 李健拿出了一块她珍藏许久的百年老翡翠 并且想都没想就送给了弹增尼马 虽说这块翡翠看上去没有很好的质感 也比不上那些高级翡翠 但是她毕竟有百年的历史了 不少网友表示这块翡翠的价值 少说也能在北京买套房 除了弹增尼马以外 几乎好声音 李健的所有学员都收到过她送的礼物 小到自己设计的笔记本和演唱会的T恤 大到吉他和各种乐器 只要是能让别人喜欢 李健统统都送 其实通过李健送礼就能看出来 已经出到20多年的她 身价自然低不了 而她曾经也自己承认 目前的生活已经很富有了 但是她却不像其他明星那样 有了钱就买房子买好车 而她最大的一个爱好 就是买各种吉他和乐器 不得不说 李健确实是娱乐圈的一个另类 但也正是因为这点与众不同 才让她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